头条新闻来看 劳工去年遭劳动部删除的七天国定假日 刚上任的劳动部长郭芳玉公开表示 将恢复七天的国定假日 同时也将要透过修法 把周六的加班费调高为双倍工资 对劳工放送大利多 劳动部长郭芳玉上任三把火 针对劳工推出了三大利多 包括推动全面周休二日来化解七天假争议 这个结论就是七天的假先恢复 那各位会觉得说 恢复以后这问题怎么解决 对我们就是要彻底的根本解决这七天假的问题 劳动部去年发布行政命令 劳工原本19天的国定假日减为12天 此举引起劳工团体反弹 立法院会也决议不予被查此行政命令 郭芳玉表示 尊重立法院不予被查的决议 他决定不重送 让删除劳工七天国定假日的行政命令 在六月二十一号的期限自动失效 也就是恢复劳工七天国定假日 同时也将在一个月内提出劳机法修正案 明定劳工每七天中应休两天 真正落实周休二日来解决七天假的争议 另外针对实行基本工资 因为日前社民党曾经到劳动部陈勤 主张工时在改为单周四十个小时之后 基本工资实行应该从现行的每小时120元调为126元 郭芳玉表示这个说法有道理 将在六月基本工资工作小组会议中讨论 如果能够获得共识 最快七月就可以实施 而老公家庭照顾假能不能改为有幸 郭芳玉也承诺将在年底提出版本 朝五天有幸家庭照顾假与外界沟通 记者综合报道